陆海自从回国发展后 成为了许多综艺节目的固定班底 他近日现身于台北阳明身上的垮高音效 录制节目吸引众多粉丝追星 不过他此次访台被保持最无形观光牵纸来台 而非专业人士工作证 移民署稍早表示 3号将与陆海制作坊联系 训练在台时月谈说明 陆海2014年来台曾申请专业人士工作证 因这次却以观光牵纸以台明显违反法规 最终恐脏法5年禁止来台 记者稍早求证医民署 表示他们会先确认他来台目的 3号上班时间将与该节目制作组联系 在他访台剩下的5天内 找该节目充议说明 经调查后才会确证陆海是否违法 确定违规将车相互入台许可证 且强制出境或限领时日内出境 对此节目组也在今日发表之前声明 因本节目首次来台湾曲检拍摄经验不足 未能集成妥当地办理好 此次来台录制的相关手续 在此节目组郑重道歉 节目组会承担相应的承认 目前正积极沟通相关部门 处理解决相关事宜 一定会秉承着保护一人 安全录制的原则推进工作 有最新进展也会及时反馈 再次被给大家带来的困扰 表示诚之谦意 也请大家进行关注和支持节目